风湿热的细菌治疗是一个长期战争,必须要终身小心 风湿热是一种会侵犯心脏、关节、皮肤和脑部的发炎性疾病 临床症状包括发烧、多处关节疼痛、不自主肌肉动作 及会发痒但不常见的皮疹,称为风湿性边缘性皮疹 超过一半的临床案例会侵犯心脏 如果造成永久心脏半膜受损,这称为风湿性心脏病 风湿热跟类风湿性是不太一样 它也是一种免疫系统 但是它是有时候你发烧、本劳先发炎 它有可能会练球筋 那这个毒素,如果你没有抗生是吃一段时间 一般你没有发烧,可能也要吃到二到四个礼拜 把那个吸菌消灭完全 如果没有的话,那有可能会侵犯到心脏的斑膜 或者是肾脏的肾丝球体会变成急性生医生炎 那这个有可能小便就有可乐的颜色 它破坏了这个肾丝球体小血管引起发炎 所以这个都跟免疫系统有关系 风湿热最常发生在5到15岁的孩童 三岁以下的小孩很少感染 台湾的发生率大约是2% 开发中或未开发国家 环境卫生不良 或是医疗资源不易取得的地区 比较容易发生风湿热的感染病例 风湿热的细菌治疗 是一个长期战争 需要终身小心 十方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